大家好我是Leo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一場2比2的智徒斯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方選擇的文明是摩根地人 摩根地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遊俠科技是半價的 也可以說是他的馬舊科技全部都是半價的 他的遊俠可以很快升級上去的關係 有給他平衡NERF沒有給他品種 所以他的遊俠只有160滴血 這個能力在團戰來說算是不錯的 因為他可以速點遊俠 然後打出這個軍事上的差異 但是越打到後期他可能會越弱勢 畢竟人家是180滴的遊俠他是160滴的 血量差20滴還是差去蠻多的 所以後期都會搭配一些級兵或是火槍或火炮作為搭配組合 那摩根地人還有摩根地人的葡萄園可以增加自己的環境 所以即使到了後期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他還是慢慢的可以產生黃金出來 好那接下來來介紹一下綠色選擇的文明是 土耳其人 土耳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火炮樹 可以讓他的火炮跟火炮塔加2點射程 這個射程可以到14點射程 非常的遠 那土耳其人後期的火槍兵也是比較厲害的 他的精銳土耳其火槍兵射速更快而且射得更準 而且血量更多 那土耳其人後期的肉馬也是比較厲害的 他可以自動升級 所以有這個土耳其樹地打這個大肉馬爆的一個選擇 雖然不太常見但是也是一種戰術 那土耳其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火槍火炮還有大肉馬 還有馬功路線 他的馬功也是遊戲裡面 血量最多的馬功 那土耳其人的槍兵跟戰毛兵是不能升級的關係 他一定要確保自己有黃金 才會把這個文明玩得好 好那接下來介紹一下對方 好那這邊紅著選擇是庫曼人 庫曼人的話是封劍時代時可以下自己的額外城鎮中心 讓封劍時代時就可以雙城鎮中心開始素殘這個雙倍村民 所以庫曼來說他也算是早期堪農最厲害的文明 那後期主要打的是青茶 他的寶兵單位我們俗稱的散誕馬功 那到了大後期的話還有這個遊俠 這個跑速最快的遊俠可以用 還有這個大衝車投石車 都是庫曼的一個工程力氣 那到了後期他可能會有這個科技上不太行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火槍沒有火炮 所以到了後期可能還是要用自己的超高產能 這個大草原耕種技術 爆殘肉馬 或是馬功單位進行反制敵人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文明是條盾人 好多人這個文明的特色有很多 他有天生抗著想能力 而且農田還特別便宜 他的騎兵跟步兵呢 還會贈送兩點的近戰防護力 到了帝王世代 那條多人呢 後期還有這個步兵 可以進駐城堡還有火炮塔 還有這個箭塔裡面 增加這個炮彈數量 也是蠻厲害的 但是他要點下這個金冠技術 才會增加這個數量 那他的城堡也是可以射成最遠的城堡 所以條盾在團戰來說的表現一直都不弱 甚至於打這個陣地戰 他的存在感還是蠻大的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兩邊的開局會怎麼打 先稍微看一下配置 這配置看起來蠻正常的 庫曼這邊已經升到封建時代的關係 已經補下了自己的城鎮中心了 好那這邊是八人 蓋這個城鎮中心 然後我記得庫曼 他第一個城鎮中心 好像有一個人數限制 就是你不管 好像撈超過一定的人數 蓋的速度就是一樣 那應該就是八個人 蠻多職業選手就是六到八個人去蓋城鎮中心 好那看到這邊 土耳其人升時代稍微慢了一些 這邊好像是要來打直層 25P25P 那這邊都是直層策略 那MIPP這邊呢 也是打一個直層 黃色已經點下了 城堡賽升級 還有這個一級伐木 那MIPP這邊打的是23加2 25P升城堡賽 綠色跟藍色 HART跟LIVING 這邊都是打一個25加2的 升級慢了一點 但是這個升級呢 是可以去挖石頭的 然後去升城堡賽斯 馬上就可以 下一棟城堡的升級方式了 雖然升級上慢了一點 但是可以確保不會有太大失誤 而且可以穩定查下城堡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配置呢也算是稍微偏難的 需要稍微練過一下 好 目前看到綠色 這邊也是點下了法木技術 大家都是有點這個1級 1級木頭 1級農的話不一定會點 來 MIPP他是條盾喔 他還沒有點1級農田 我不會忘記呢 看一下這邊是出了衝車 修道院準備開頂 右邊則是補了一根寶 然後在右邊開路出來 好 那邰克這邊呢他們是沒有插城堡去開路的 反正是用工程器開路 那土耳其這邊呢 則是使用了 城堡 然後加上土耳其火槍兵 那邰克這邊還打的是 老頭 小盾 大洞 還是用山裡去進攻敵人 好 看到我生物要不要先搬走呢 先不搬 好 右邊已經打破囉 火槍兵已經出來 補個一槍 整個打歪 沖車看到建築物就開頂 那補了一些槍兵 那火槍兵已經衝進來了 這裡奧維已經來不及 這邊沒有辦法阻止火箱變得入侵 這邊補了兩個馬舅 兩邊打得非常的激進 這邊衝車 還在繼續出處 馬舅這邊可能會有個蓋的不好嗎 能夠扛下三槍的村民其實真的不多啊 除非他打歪 OK 被砰掉了幾隻村民 這邊可以開始轉騎士或是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的黃金壓力需求度更少 這邊MIP使用老頭去解對方 突了起火槍兵 但是清騎兵的抗招響能力實在太好 直接解掉了MIP的兩個老頭 好 衝車這邊繼續頂 打MIP這邊頂的東西也不是城鎮中心喔 只是怪我的建築物喔 可對方壓力而已 好 這邊兩隻老頭想要上前了 好 這邊被砍掉了兩隻老頭 第三隻老頭也是直接倒地 之後直接Delete兩隻肉馬 好 火槍兵現在投幾片農田 家裡現在中間沒有人能夠擋得住火槍兵 這個單位有點麻煩 火槍兵在跟雪抱完 OK 這邊衝車點掉兵工場之後就回頭了 沒有想要繼續進攻了 好 這邊曹人騎兵想要直接解掉嗎 好 這邊甩槍看一下 甩槍細節 OK 斬掉喔 子彈嗎 斬掉 好 用後面老頭著想 但是火槍兵往右拉走 然後讓洛瑪去攻擊後方的生侶 好 讓自己的火槍可以全身而退 哇 這邊細節做得很好 來一個換位 好 這邊火槍兵 暫時沒有辦法再往前推進了 這邊 條盾 用老頭回手 家裡的 沒有再繼續進攻 這邊已經轉出了3TC Cannon 但MIPER這邊好像沒有意識到 自己沒有點農田科技阿 雖然條盾田很便宜 但也不是這樣傻的吧 至少要點個一農 不然這個肉量差太多 二農可以考慮不點 但一農是點一下還是比較好 不然這個木材消耗實在太兇了 好 這邊草原騎兵衝進來 火槍兵繼續往下走 喔 這邊直接滴礦場 這什麼操作 直接抓硬百木 啊 可能以為草原騎兵會躲在礦場中間去輸出喔 但他其實沒有 好 後面VIPER的衝車又回來了 繼續進攻 把對手逼退回去之後 草原騎兵開始往VIPER 這邊出兵點往前走 補下了撲衛技術 跟重槍 重裝長槍兵的升級 好 修道院這邊繼續拆除 好 右邊的老頭大隊 加上肉馬騎士 騎士往後拉走 不想被招翔 好 但這邊還是用了一些老頭去招翔後放的火槍兵 這邊草原騎兵解掉了肉馬的問題 但是又一波肉馬又過來 後面的老頭還在招翔 但是招火槍兵還是顯得有點困難 後面的老頭全部被擊殺掉了 VIPER這邊損失了大約跨1000多的黃金 這一波交換VIPER有點虧了 不太好打 OK 伯恩迪轉出了肉馬 我最後其實就會專注控火槍 把火槍控好 火槍傷還是 在城堡時還是非常難解的一個單位 傷害太高了 血量又多 44滴血 比一般的小公血量還要再更多一些 好 這邊有更多草原洗面過來 好 左邊普利根堡 白魂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這邊土耳其拉了一些村民走過來喔 看起來是要搞點事情 往右插城堡嗎 先把蒙古給解決掉 不是蒙古 條盾 這裡沒有蒙古 好 這裡直接補利根堡 這裡要取消嗎 對方已經先蓋堡了 好 他想要直接打破 硬上 但50%了 裡面有騎士可以稍微阻擋一下 城堡應該還是可以優先蓋好 好 拉了更多村過來 來 收村 好 但康曼這邊 出了太多的騎士跟草原洗面的關係喔 所以現在還不能產出巨型投司機 待會巨型投司機的部分 還是要靠viper來出 好 這裡補了一些城門 用著想的方式 找到了一隻 兔爾七火槍兵 這裡來培定一下化學 兔爾七火槍兵 上到地龍時代解決方式 就會多了一個東西 叫做化學 裡面的火炮 火炮的話射程非常遠 老婆的部分 也可以在地龍時代底下印刷技術 射程變成12 這樣遭響兔爾七火槍兵 就可以在非常安全的距離 開始遭響 好 現在庫兰爾只能把自己的騎士一直拉走 火槍兵到處亂鋒 好麻煩 好麻煩 巨蜘蛛兵開始架了起來 這邊有開始築城 讓這個新騎兵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衝撞巨頭 看要不要直接圍死 喔 繼續升差 好麻煩兵 麻煩兵 他們這邊被打得有點尷尬 現在 麻煩兵應該是在等 庫曼這邊 重裝騎士升級好 這邊慢慢轉出大量騎士囉 好 那麻煩兵這邊是轉出了火槍 對方的肉馬跟重裝騎士有點多 好 火龍帝 帝龍斯大眼眼睛補下了 再來補攻擊力 好 這邊騎士過來救一下火槍兵 這樣變成火槍大戰 但是土耳青火槍兵的血量還是有優勢 然後還要開始補個精銳 攻擊力可以再加5點 可以怎麼做 右邊城堡果然被拆除掉了 這邊mike繼續出巨型頭司機 但是火砲也出來了 先拆掉巨型頭司機沒有問題 火槍加上騎士陣 重裝騎士補下了 但是還有1分鐘 現在要保留更多的騎士數量 要有機會反打回去 重裝騎士直接騎上來 打巨型頭司機 巨型頭司機被解掉了兩台 但是後方城堡也是被拆掉了 OK火砲的部分 想要偷打土耳青火槍兵 但是土耳青火槍兵是有在看的 火槍兵快閃 哇 兩邊的火槍互相打一打去 哇火砲截圖火還是很好用的啊 這邊看到火砲只能撤退 而且重裝長槍兵已經升級好了 家裡也一直有騎士在往農田衝 但是Jodan這邊防守效果非常好 把所有的騎士都補在農田裡 好下方有更多的騎士在做輸出 再次富曼已經做好迎戰準備 上方的火槍兵有點孤立無援 騎士已經被攔截了 不過這裡的騎士被擋在下方 viper的火砲步步逼近 這裡想要補工程器招鎖 補火砲出來反擊 但是現在有點困難 軍軍投司機 又被拆掉了一台 騎士直接上前 先砍前方的村民 先拆城堡 中了 火砲被拆掉了一門啊 但是博恩兵已經點完遊俠了 速成遊俠就是這麼的快 上完電勇時代不久 遊俠就噴出來 讓遊俠直接突破重圍 去營救了過期的火槍 兩兵都在做一個火槍 保護隊友的作戰計畫 那衝過去防線的遊俠 還是要往後衝一點 開始在攻擊庫曼的村民 庫曼這邊先點一下三弓 提上了火槍 火槍死了一片 OK 這根城堡掉的話 土耳其在後方的陣地就要被解掉了 庫曼在前方也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保護一下這邊挖金礦的村民 家裡的遊俠問題還沒有解掉 補下了動裝場槍變成酸擊 庫曼打這個疾兵 也是三攻三防 很正常可以打的 最後一根城堡撐的有夠久 到底想要來偷點火炮嗎 這裡有在看 肯德撤退 OK 遊俠部分直接攻擊前方的金礦弓 臭米樹下降了一些 但沒有關係 拖曼補臭米也是很快 現在土耳其的臭米樹是87村 橋盾這邊是130村 最多的村民是浦溫地人 一盤35村 浦溫地人這邊的遊俠還在繼續往前 想要營救後方的土耳其火箱冰鎮 這邊感覺是要先放棄比較好 趕快回到陣地 去重新補下更多的城堡 重新把自己的軍隊整理起來會比較好 不然現在太多遊俠一直想要往後面衝 這個集結點感覺不是這麼好集結 好 TEMP這邊補下了 硬幣技術 待會要來給出賣一點資源 去點遊俠 因為他這邊是先點下了 重裝長槍兵三級之後呢 還點下了級兵喔 先把這個級兵升上去 先打一個垃圾兵防守戰 好 後方城堡問題中解掉了 剩下的火槍兵也不管 反正我沒撐爆了 我就一直往後走 好 開始邊走邊甩槍 這邊想要塔位 滴掉了馬就 超夾 OK 最后騎士終於收掉這坨火槍兵 這坨火槍兵活了非常久 好 後面的建築物再拆拆 家裡的內亂問題就可以搞定了 這隻遊俠剩3滴血 OK 別戳死了 正面的遊俠還在繼續猛攻當中 但是伯恩帝人並沒有帶攻城器過來 所以也只能在城堡的火力裡面 進行攻擊 所以交換起來其實沒有到很優勢 好 但伯恩帝的遊俠三攻三防已經升級完畢 14加4加上三防的遊俠 變下了伯恩帝、葡萄園 開始要來增加黃金了 好 疾兵升級上去 後面火槍 先撐一下 哇 槍兵太少 後面的槍兵過來救一下火槍 這裡應該不能上喔 吾文帝 吾文帝要先退 好 突爾西人這邊轉出了一般的火槍兵 那一般的火槍兵打擊兵的額外增傷比較多 比這個突爾西火槍兵更多了一些 哎呀 那邊有火槍 拉了幾隻槍兵去打後方的火槍 正面的火槍 這遊俠砍了幾刀 但是遊俠倒地速度很快 加火槍互射 變成FPS遊戲了 互相射射 這邊回頭補一下 好 但是這邊的遊俠已經升級上去了 還有兩分鐘 重裝騎士現在也是到處亂竄 先攻擊的是突爾西的村民 這一波陣地戰反推 OK Viper跟Jordan打得非常好 本來家裡被入侵 現在已經慢慢的打了回去 把正面給補了起來 左邊這裡是想要偷偷打出去嗎 差了幾個哨戰還有自爆兵 看起來還是要偷炸門 從左邊溜進去 好 少量的騎兵還在 亂竄當中 欸 這麼重裝騎士居然不攻擊 好 遊俠還有升級 大概25秒左右 好 火炮直接攻擊後方的火槍 好 正面的槍兵全死光 唷唷 又直接到了 好 後方遊俠升級好 好 霍曼這邊遊俠已經來到了巔峰期 開始無雙亂砍 阿羅馬也升級上去 好 左邊果然被開了一個洞 巨型頭司機開菜 放了一些馬進去 看這邊補的速度很快 遊俠並沒有辦法攻擊 Viper後方修城堡的村民 看現在家裡已經到處都有這個遊俠在亂竄了 Viper他們也是有在跑貿易 那這個貿易線有點危險 因為他們跑一個最長距離的關係 所以這個四級蓋得非常前面 但是 土耳其家裡的正面也快要扛不住了 已經巨型頭司機架起來架在臉上了 劍菜工程師製造所讓對方火炮難纏 後方遊俠也在追逐貿易車隊 大羅馬一直灌進來 庫曼拔搜的疾別點 射到了左邊貿易處的地方 貿易絕對不能斷掉 左急在這邊插了一個火炮塔 而且火炮塔還沒有升級好火炮樹 在升級了 炮兵 升級上去 射程變成8加3 11射程的火炮塔 OK 這邊用了一堆大羅馬解掉了下方村民 後方城堡 OK 搞定剩下的火炮了 好 來回到正面的火槍 數量也升一些些 但這邊槍並有非常多已經衝了進來 已經開始在干擾貿易車隊了 這裡貿易車隊開始有些死傷出現 不穩定的遊俠和努力在去解救貿易車隊的問題 但我更多遊俠又衝了進來 土耳其的正面基地戰快要扛不贏 這時候對手搭出了GG 哇 沒想到 土耳其前面這幾波的壓制被反推回來 這個打的細節打得越來越好 尤其是Viper跟庫曼 截斷後方的資源 讓土耳其孤立無遠 在這邊去對戰 真的是 打法打得非常好 而且他們也不急 看到中進有根堡也是慢慢的拆鎖 也不是馬上就要拆掉 反而是先顧好前方的這個陣地 慢慢把這個城堡插穩 讓對方的資源變得更困難一些 然後後面再用一些東西去擋住對方 然後去挖金礦 然後再拆除後方城堡 這一點是打得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伯地人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背景他可以提前一個時代升級經濟科技 那土耳其是經濟最差的 因為他是單TC 然後去補下很多城堡跟火香兵 進行快攻的一個策略 那條頓跟庫曼呢 兩邊都是一個正常開弄 然後去出兵反擊的一個路線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土耳其人拿到1.63的KD 畢竟早期的火香兵擊殺到非常多的單位 但到了後期 雖然擊殺這麼多單位 但後期還是扛不住 沒有經濟可以繼續扛住正面的戰線 那Miper跟Jordan呢 KD都是有到1 還算不錯的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大家不要緊